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酥脆外观 真想一口咬下 感受肉汁在嘴巴里散发的香甜 搭配上特有的日式沾酱 这就是日式炸猪排迷人的地方 我们选用了三圆猪 在经过我们专业的熟成技术 让它温度跟熟成的时间去做调配 让它的肉质更加有风味 让顾客可以品尝到最顶级的炸猪排 当初日本商社来台开立了第一家日式炸猪排店 为了更能推广他们的产品 日本商社主动询问台湾这家 拥有多家连锁餐厅的集团是否有意代理 就这样开启了日式炸猪排在台湾的热潮 这个圣博店特别有讲顾客的喜悦就等于是自己的喜悦 一个好的一个味道安心的口味能够带给我们的客人 我们也引进日本的最好的食材 比如说广岛的牡蛎跟老侠到台湾来 把最好的一些食材来呈现给我们的消费者 我想就是主要的圣博店的一个精神 任何的酱汁他们都要去尝 那个味道有没有跟日本的原汁原味一样 所以后来我们所有的酱子都只从日本进口进来 所以他们的做这个方面的坚持跟严谨 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们圣博店在安心安全的把关是非常的严格 在个人卫生我们一进自己的工作区域 一定要落实一分钟的洗手消毒 像我们的油每天都会做两只的去检测它的酸碱值 希望说顾客在我们店里吃饭的话 都会吃得安心这样 要怎么榨出好吃的猪排呢 潘师傅说他们严行了日本传承50多年的榨制技术 使用新鲜猪肉撒上微微的调味 沾上薄薄的面粉与新鲜的蛋液 师傅在使用纯练的手剂 将新鲜的面包粉包裹在猪肉上 等待油温的上升 这样长出来的猪排面衣 才能呈现站立又生命力的样子 肉很好吃 然后蛮嫩的 也不会有那种油味 那吃过几次之后 我觉得这个食材 我是蛮放心的 对小孩子来讲 猪排口味还蛮特别的 它是用一层一层的猪肉去包起来 然后吃起来其实口感松松软软又多滋 还蛮好吃的 在副餐上有清脆爽口的高丽菜丝 新鲜蔬果煮制的味噌汤 以及使用台东关山米煮出的米饭 香Q弹牙 重点是酱菜还无限量供应 让顾客吃得非常满足 而市场上越来越多家日式炸猪排进驻台湾 他们推出了自己孕育出的种猪 让日式猪排店结合在地的特色 提供消费者有更好的选择 今天点的是同德黑豚猪排套餐 因为它限量嘛 不是每次都可以点得到 然后吃起来的话 我自己是觉得那个猪肉感觉有一股甜味 然后摇起来口感也很好 而且它有油滑 我个人很喜欢 怎么去把坚持我们的原料的品质 坚持我们的产品 我想这是我们要做的 那怎么去把它 把这个品牌呢 把它放大 我们给我更多的机会 可以开更多的地 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 圣博店好的一些产品 我想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期许期望